先做重做一个 从比如说我们拍了哪一个地方 风景啦 或者餐厅啦 的一些片段 然后我们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解说的东西 我们来快速做一下 当然如果大家要重头跟我做也是可以 我会尽量放慢角度 放慢那个脚步来 来让各位可以跟着上也可以一起做 来我就开始创作了 有人喇叭没有静音 按一下静音 好来我开始咯 我们开启起来之后呢 首先别忘了先改变专案的名称 假设我现在写的叫餐厅介绍 餐厅介绍 好专案名称改一下 这样子你的草稿才会有这个名称 那到时候你每次编到一半 也许中间几天做了其他事情 然后再过来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你的草稿是哪一个一点就起来了 而不要那个原先的他预设是今天的日期 他原先预设是今天的日期 那这样今天的日期你过了几天之后你再回想 我是哪一天做的 然后哪一天是做什么例子都忘记了 所以我建议是一定取一个特别的名字 好介绍完之后呢 当然我可以先把我的素材 那个上次请各位下载的那个汤绳的素材 好来 这个是在云端云叠可以下载的 然后下载的各位发觉我的素材 有图片 有影片 有直的 有横的 好那我希望各位 目前YouTube才刚开始没多久 你们做的影片尽可能是直的 直的到时候放上YouTube之后 它会形成一个直的叫做袖子 OK袖子 而且呢这个袖子有一个小小规定是 你的影片长度不可以超过一分钟 OK 而且真的袖子会很轻易的被别人划到 即使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订阅者不多 但是这个影片还是随时会被 其他不认识的人不小心划到了 OK 那划到了之后你的曝光几率就会高 可以吗 所以来 我现在把我的照片影片都把它先汇进来 除了那个什么 有QR Code的不要汇进来 这个QR Code的那个不要用到 好 汇进来之后呢 那我说呢 接下来我要准备编辑了吗 那编辑我首先先处理文字好了 好 那这个面殿的介绍 所以我今天有跟各位说 你去Google地图 好 我先把它这个缩小 我这个画面怎么好了 它会站到前面来 这个 这个会还原 它现在变成这样子 那它都站到最前面去了 我先弄到后面底下 好 没关系 好 我到Google可以搜寻一下那边的 人家对于这个景点 对于这个餐厅 它的一些评论 好 然后 这边我就搜寻 因为呢 假设我的文笔不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介绍它 那我们就可以拿人家的Google地图 找到的评论 好 然后去 收集人家的评论 但是切记 你从人家的评论抠下来的东西 尽量call正面的 不要call那种 人家对他负贫的 好 因为 你要 你既然你做了影片 要推荐这家餐厅啊 这个景点啊 那当然是好的嘛 你才要推荐嘛 那你不要去拿人家负贫的 然后也对 那人家会想说奇怪了 那这个地方不好 你干嘛还做这影片介绍它 对不对 好 而且真的 各位要注意哦 你如果对这个 这个这家店家 这个景点做一些负贫的话 然后放在影片当中的话 那有可能会被告哦 而且 证据就在那个影片当中了 所以大家不要 给自己增添更多的麻烦 所以看一下 这边有五颗心的 然后这个全纹 看一下 这边就有一折 然后再滚轮往下 这边有五颗心的 这边全纹 这边也有一折 然后再往下 全纹 然后这边也有一折 这边 当然这边只有四个 四颗心 但是看起来 它的评论 还不差 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评论 丢到CheckGBT 请他帮我 改写一下 所以这时候 我就把CheckGBT叫出来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说 请把以下的评论 请把以下几则评论 然后帮我写成 我先这样子好了 因为我们上次稍微测试 200个字左右 200字还是150个字左右 大概就在一分钟之内 但是这不一定 这不一定是完全 那个完全对的 因为也跟各位选的声音 有的声音讲得慢 有的声音讲得很快 所以这个不固定 所以各位等一下 出来之后 你第一次你要先丢到 简印里面 让它发声一下 看看这个时间长度 是多少 OK 好 请帮我写成 然后 比如说 那个什么 我先150个字 150个字的影音介绍 好不好 OK 然后来 我说 我会加一个上语 然后第一则 来Google Google地图 评论里面的第一则 扣下来 然后 丢到CheckGBT 然后 下语号 我说也不用勉强 一定要上语号 下语号 你可以用双语号 然后第二则 来Shift Enter 然后再上语号 然后再接下来 第二则的 这个 评论 扣下来 然后贴上 然后再来 下语号 然后我再来 第三则 上语号 接下来 这里 第三则 扣下来 然后贴上去 然后下语号 好 那我现在请他 帮我改写一下 你虽然指名 150个字 CheckGBT 未必真的就弄到150个字 整 不会 他会自己自动调整 甚至有时候 你给他的太少的话 有时候 他可能还写不出来 他 他写出来之后 还是过程 有 没办法 AI的这个东西 你他觉得这个句子 还没完成 他可能写了更多 也说不定 好 看起来还不错 我可以先试一下 这一段文字 在CheckGBT里面 在那个 剪印里面 他到底发生会多久 这个把它扣下来 我现在到剪印里头 那我说呢 我可以请他先发生一下 文本 默认文本 拉下来 然后 在默认文本 先贴上文字 右上角贴上文字 然后 我可以先让他朗读看看 好 比如说我找一个声音 假设这个 意志骗难 好 来 开始朗读 不过我先说明一下 刚才我把那个系统声音关掉了 就是 就是录制 录制的声音关掉了 所以各位如果看那个 你如果回头 回家看我的语音档的时候 你会听不到 现在我在预览 我在这播送的时候 所以 但是现场可以听得到 或者是线上 现在线上的人 可以听得到 但是我录制 没有把这个 那个声音关掉 我的声音现在也没有开 关系 没有开起来 好 我重来一次 好 现在各位可以听得到 刚才的声音 就是刚才我简单的预览 然后我们看这里的时间 43秒 然后后面的14代表影格 然后也跟各位讲过 那个影格是 每30个影格 会净位成1秒的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 43秒半左右 我的影片长度大概 43秒半左右 OK 可以接受 那但是呢 现在 我的文字没有同步 我的文字没有同步 OK 有人 如果你要文字同步 一个可以把原来的字删掉 然后你去这个 点击底下的声音 然后选择文本的 智能字幕里面的 开始匹配 文稿匹配里面开始匹配 然后你要把刚才的那个文字 扣下来贴在这里 但是这边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有一个条件 你请你手动 把这些标点符号 拿掉 Enter 折航下来 自己折航 你只要反白 然后按Enter 它就折航下来了 OK 你看我用手动 当然你会觉得 这样很麻烦 那如果你真的 我说你觉得这样子折 你觉得真的 有点慢 有点浪费时间 那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来我再换一种方式 我们这个 专案 先关掉 我反而用 图文成片 因为刚才已经确认 我用刚才那个 意志片男的声音 来念我的这些文字 会在43秒左右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图文成片 然后图文成片之后 因为图文成片的好处 它会自动帮我把标点符号拿掉 然后折航 OK 所以来 我就用它右上角的 自由编辑文案 来我放大一点 有没有 图文成片之后 左上角有一个自由编辑文案 然后我就点击它 然后我就把刚才内文贴上去 然后选择声音 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是意志片男 然后生成视频呢 我箭头下拉 我不要用智能匹配哦 智能匹配素材 它是上网去抓网路上的照片 影片 那现在我希望它用本地的素材 本地素材的话 基本上是要私以手动 加自己的图片 影片进去的 它预设不会做 所以呢 来 我这时候 它就开始生成了 每一分 每三分 学力不上 现在 于智龙 教会不分来 一分 三分 学力不上 现在 于智龙 教会不分来 好 我们产生了 各位来看一下 而且它会 就是文字都同步了 而且你看 都不会有标点组 好 好 那我们再来听一次 但一样 那个 各位在听课程的时候 听录影的时候 不会有声音 好 来 好 那 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等一下我们准备要把素材弄进去了 所以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说希望各位做成 直式的 袖子 所以请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有人可能跟我不一样 可能没有写16比9 但是这个地方 什么比例 请你点一下 或者是它是叫适应 什么原始 请你点一下之后 帮我直接换成9比16 直的 但是你调成直的之后呢 各位要特别注意 调成直的之后有时候字 看起来比较小一点点 我们放大一下 好 字看起来比较小 又被我这个挡住了 那我这样子 我通常会把文字 稍微往上拉一点点 按着文字 然后往上拉 好 那我这时候放大 再来看 怎么偏一边 注意 偏一边 你就是按着这个文字 你看 我移到中间的时候 中间有一条绿线出来 就代表这才是字中 然后放大 看一下 其实我跟各位讲 在直式的话 我建议各位的字 还可以再大一点点 可是如果再大一点点 你的字可能就会突出去了 或者会折成两行 那时候就不好看 我就建议各位 如果你如果再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会超出啦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选到这个文字的 随便你选到 哪任何一个都可以 然后右上角 有个叫字幕 请各位可以点一下 然后各位就可以从这里 自己看 你觉得哪个文字太长的 请你把它点进去 Enter 折下来 它就会自动断开来 好不好 这间店以招牌牛肉面为 特别推荐的是 好不好 这里啊 我觉得它太长了 Enter 下来 你看它就折下来 特别推荐的是 炖煮到软嫩的牛切牛肉 然后配上满满的 茄红酥的番茄汤头 Enter下来 清爽无负担 到下一个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是会搭配的 它会 就是文字跟你的声音 还是会配得好好的 你放心 但是就是让这个文字不要太多 像这行太多了 无论是搭配经典的系列 好 来这里 Enter下来 OK 然后除了主餐 来这里 Enter 还能加入千张豆皮 这个我这里还能加入 还能选择加入千张豆皮干贝的配料 甚至可以加倍牛肉分量 好 好 这边 店内服务贴心 然后这里 好 我都把它折下来 至少到这里 好 浓郁令人欺赏 好 令人想再回房 然后这里 CP值不错 尤其爱吃牛肉的客人 好 一定要来吃这超嫩牛肉 好 我把文字也都调好了 虽然这边你会看到 哎呦 老师这个字怎么跳上来啊 没关系 基本上还好 只是有时候 他因为 他有时候那个什么 呈现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 他有时候会呈现的文字 会稍微重叠 如果你真的不要重叠 只要我们确认这个声音 不要重叠就好了 好 声音 你看你看讲话的声音 跟前面讲话 好像快重叠 但基本上还好 你放大看 他也差不多是 讲完以后 下一个才出来 好 有时候你 那种文字折行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 但是最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从头到尾听一下 因为这反正不到一分钟 好 我们来听一下 有时候 对 说 我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声音放出来 然后发觉这个声音 还好声音上没有重叠 但是我们会发觉文字稍微有点重叠 如果你觉得你介意这个文字重叠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些调整 像这个文字 第一个文字 它到这里还没结束 前面这一段还没结束 下一个就出来了 那你就把前面这一个 拉短一点 当然你可以把后面的 后面的前头往后拉一点 然后后头的往前头 后头的结尾往前面 缩一点 如果你介意的话 你稍微简单的这样子调整就好了 这基本上 因为听起来声音没有重叠 你就可以直接做这些动作 然后另外呢 我们先把这个文字的先处理好 文字处理好 但是你小心哦 你千万不要移动到它了 因为你移动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不小心 糟糕我移动到文字了 然后把它拖到别的地方去 糟糕那个没有对齐怎么办 那你不要紧张 刚才不小心做的动作 你可以按Ctrl Z 还原一步 再按一次Ctrl Z 又再还原一步 所以你可以靠Ctrl Z还原的 不要担心 OK 好 那我们这些文字都调好了 当然这时候你再去把文本导入进来 不是文本 把我们的那些素材导入进来 等一下要准备做文 好不好 所以我就先把这些素材 先选好 开启 先导入进来 然后专案名称改一下 专案名称改一下 因为刚才我又重做了一次 是我配合用那个图文成片的做法给各位看 但是如果你不烟其烦的话 你觉得说没关系 那个字我自己慢慢调整 那个标点符号我自己慢慢去掉 那就你就不用再回去 然后一个专案开着 那当然了 来我先关一下 没关系 等一下我会沿用它 那别忘记了 像刚才这个餐厅介绍 我这个不要的话 到时候那个草稿会一大堆 不要的话你可以在滑鼠移到这个草稿上 右下角有三个点点 你可以点它 然后按删除 那就没必要的草稿就把它删掉 但是大家辛苦做好的草稿 来我点击进去 这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一定要取好 而且呢 我建议各位 以后就算已经发布成影片了 我建议这个草稿可以继续留着 因为哪一天不知道 你突然觉得说 我又想改 改完了之后再放一个版本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这个草稿可以再打开来继续用 所以我这个地方改一下 陈丁介绍了 好到目前为止 先请各位把这一部分做出来 我们先把声音文字都先做完 还有版面这个比例调成9比16 然后待会我们来跟各位讲说 我们希望各位尽可能让你的照片在这个short 这种版面格式尽可能要填满 OK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简单的做一点小小的东西去加工一下 好来 先让各位先可以跟到这个地步 好不好 来